10月5號是市長是可以去過個生日 好好過生日 不敢過 還是要好好的準備好 打好這場選戰 但是會盡量一有空的時候 還是要陪陪家人 我們過去的理解投票 好像都是在禮拜六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 那個週末應該是10月12號 為什麼在禮拜天我們也不太了解 柏小迷切都盡量尊重 中選會的安排 那假如他們確定是10月13號 那我們也會配合 這個時辰已經不是10月5號 市長是可以去過個生日 好好過生日 不敢過 還是要好好的準備好 打好這場選戰 但是會盡量一有空的時候 還是要陪陪家人 太太女兒媽媽 謝謝 市長還是非常有信心嗎 對這一場罷免 如同我跟大家說明的 我們這一場是要 告訴更多的民眾 需要出來投不同意罷免這個選項 而不是支持謝國良再加不投票 所以我想如果只要宣導 能夠到位 讓大家都了解這個選票選項的話 依目前的民意依歸 我是會勝選 市長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罷免 並沒有理由 現在已經變成不是公民團體的主張 而是政黨對決 罷免已經很明顯的 不管從現在還是到明年 都被拿來做為重選的一種工具 那我覺得此風不可掌 我也希望台灣不要有這樣子 遏制的這種罷免的風潮 所以我希望從我這個案子 會是最後一個罷免案 謝謝